Hello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诡异科幻片《灵异拼图》 新发妹的儿子遭遇空难已经一年多了 他每天都会花时间看儿子的遗物 因为放不下过去,他经常会去看心理医生 这天他正准备出门,却发现自己的车不见了 在邻居的提醒家才发现自己停在了另一边 来到诊所后,准备端起咖啡的他却发现手边的咖啡不见了 医生说他今天并没有要咖啡 但他仍然很坚定地说自己刚刚有喝 医生告诉他,这是他对过去紧抓着不放的表现 他应该放下过去,忘记儿子遭遇的灾难 就连丈夫也这样认为 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 将一家三口的照片换成了夫妻合照 新发妹非常愤怒地衰旷而去 他在秋千旁遇到了一个男人暗许 他的女儿也同样遭遇了空难 两人简短地问候完就各回各家了 第二天醒来,新发妹照常准备翻着儿子的遗物 却发现相簿里的照片全部被拿走了 录像带也无法观看 这让他觉得非常崩溃 他以为这一切都是丈夫做的 打电话说要和他分开 丈夫赶回来后却告诉了他 一个更无法让人接受的消息 那些相簿和录影带本来就是空的 心理医生也赶来为丈夫说明他说的是实实 金发妹九岁的儿子完全是他的臆想 这个人从来都不曾存在 丈夫说这都是金发妹之前流产导致的心理创伤 金发妹不相信 冲出了家门去找一年前的报纸 事实证明他所说的那场空难根本不存在 他再次去找自己的好朋友想证明自己没疯 但好朋友也不明白他的胡言乱语 他想起了昨天遇到的那个男人艾许 但艾许说自己根本没有女儿 金发妹觉得他喝醉了 叫他去睡觉 金发妹则在他家墙壁的后面 发现了一面被掩盖的涂鸦 等艾许醒来后看到自己凌乱的房间非常恼火 而金发妹仍然在一旁说他有一个女儿 不停地让艾许说出一个女孩的名字 他索性报了警 让警察带走了这个疯子 金发妹被国安局的人带走后 艾许回到了那凌乱的房间 竟然真的回想起了自己的女儿 他追了出去拦下了警车 和金发妹说自己想起了一切 并和警察扭打在了一起 金发妹趁机逃跑 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求情会面 谈起了那场空难 他们认为是政府策划的一切 甚至不排除是外星人将他们掳走的可能 他们躲到旅馆 金发妹觉得自己的孩子可能没有死 否则政府不会这么处心积虑地想要消除他们的记忆 这里面肯定隐藏着什么更大的阴谋 第二天他们正准备出门 却被一个男人拦住了去路 退路也被国安局的车松死了 他们只能撞飞了那个男人离开这里 金发妹想以同样的方式唤醒丈夫的记忆 但他却惊讶地发现 丈夫竟然不记得自己了 也完全不记得自己曾经结婚的事情 到了深夜 艾许找到了一个国安局的人 从他口中知道了真相 孩子们被卷进了一个外星人的实验中 金发妹想起了孩子们乘坐的那架飞机 前去航空公司寻找线索 得知了航空公司老板的住址 两人到达住址后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艾许也被抓走了 金发妹跟找上门的心理医生 一起来到机场 震惊地发现她是知情者 她说人类的力量 根本无法阻止这场实验 劝金发妹不要再追查 忘记儿子就好 此时那个男人出现了 她说自己在人类的父母和孩子间 进行某种测验 想要证明这两者之间不存在信念连接 所有实现对象都忘记了自己的孩子 唯独金发妹没有 她必须忘记自己的儿子 否则就证明这个实验是失败的 但金发妹即使是在外星人的声波攻击下 也没有屈服 她不停地回忆美好的过往 最终那个男人被牺牲了天 实验宣告失败 金发妹赶紧跑回家 在公园里找到了自己的儿子 一切都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生活宠归平静 看完电影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这个强行科幻是编剧编不下去了吗 完全是一部靠演员撑起来的电影 前半段的悬疑制造的欠的好处 后面竟然成了外星人入侵 何非这么多经历只是为了证明地球人的亲情 有多么不堪一击 虽然母爱确实很伟大 但这个结局真的让人无法接受 有种吃东西吃到一半才发现已经坏了的感觉 完全找不到此来形容编剧的脑洞啊 真是一部异常扎心且让人失望的电影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转发的话 我就带你一起远离烂片 科幻战舰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